今天教大家車縫弧線 那弧線你把完成線畫出來之後 你珠針就是要垂直你的完成線來別 那像就是我這一條就是這樣子 都是垂直它把它別起來 如果你弧度很陡的話 你可以多別幾支 好 那我現在先 車給大家看 一樣一開始的時候 先毀針 然後沿著你的完成線車 那你可以有一支錐子來輔助你車弧線 那在那個角度大的地方 你速度可以放慢一點 行程 最後的地方回針 那通常這種弧度的形狀會出現在領子上面 那我們現在要教大家把它燙開來 在燙之前我們可以先把縫份的地方修小一點 然後在弧度比較大的地方剪幾刀牙口 如果你的布是比較不容易裂殺的你可以直接剪牙口 但是如果像有一些布比較容易裂開很薄的那種 你剪牙口的時候可以分上下層剪 譬如說我這一刀剪這裡 那下面這一層就不要剪這個地方 你可以稍微隔開一點再剪 那因為我這一塊布是它不太會裂 所以我就直接上下兩層一起剪 然後把它翻過來 你有剪牙口的話那個弧度翻起來會比較漂亮 好我們現在要把這條線燙開 那你可以用那個燙牙來補助 因為它這個邊邊剛好可以順著你的補度 我現在要把這條線燙開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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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然後呢 你就把它移到平面上 然後把這個邊邊壓整齊 然後再把它燙平 燙完就會長這個樣子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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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